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尾头物品吧 完成这一代 我也该 靠 送进了 我说李家少爷 你也莫怪我们二人 我们也是拿钱办事 咱们可是说好了 你要真变成利果 可不要来找我了 怕他做啥 只怪他不长眼 得罪了咱们少爷 这条自寻死路 可 可是 我不是已经 好痛 这些是陌生人的记忆 难道说 我穿越了 荒天大路 以武为尊 强者 开山夺月 脚踏星河 弱者 守人其灵有不凡山 资质更是决定了武者的命运 普通武者 毕竟艰辛偶心力血 修为难尽错 血脉武者 一朝觉醒实力暴泽 修炼速度更是扶摇而上 甚至 有望传说中的圣人之境 这个身体的圆主 乃自治平庸之位 却因不明原因 遭同盟暗算 本应惨死后山 偷袭 喊杀 还真是个倒霉的家伙 喂 说吧 是谁指使你们来杀我的 你 你挨了我俩全力一击 竟然没死 废话真多 让他再死一次就好了 死吧 这回总该死了吧 重活一世 我可甘心就此丧命 还敢站起来 我看你接了这招还不死 混圆击力 你 你怎么突然就变强了 不对劲 他一定是被恶鬼附起了 我早就说过后山闹鬼 刚刚这个班子突然有限的力量 到底是 我昏过去了 晴儿 你终于醒了 你可是足足昏迷了三天三日 娘好担心你呀 原来是 母亲 娘 发生了什么事 我昏迷了这么久 我在后山发现你的时候 你已经全身经脉尽碎 也一定是他们干的 事到如今 咱们也绝不能再忍耐了 无论什么代价 娘都要保你周全 穆夫人 你竟然擅自偷取 族中圣教 等我们走一趟 娘 你是为了我才 晴儿 你上世还未痊愈 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不用担心娘 娘去局就会 走吧 有什么我同你们到外面去说 既然娘先这么说了 我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比较好 你真的 不过这次可没有那么好运了 这次可是老子亲自配置的黑玉士骨丸 吃下去 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活不了你 喂 你是在找我吗 嗨 嘴嘴嘴嘴的 那就不要走了 不嘞技 你这个废物 短短时间怎么休为其身这么快 说 谁指使你来恨我的 你休想从老子嘴里叫出半个字 好 是吗 你刚才说这毒药就连大罗神仙也救不了 那不知道你给自己准备解药了吗 别 我说 我说了 李轩 我是李轩 是李战公子派我来的 他说废物不配待在李家大房 废物必须得死 又是李战 停啊 我听到你房间哟 这是 李轩 娘也认识这个人 他的主子是李战 在族内被称作年轻一辈第一人 传闻他的修为已突破氧气九阶 他与你从小就不对付 他若是堂堂正正找你挑战就算了 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 简直欺人太甚 娘现在就去找他算账 娘这是受伤了 他刚才出去 是因为我的事和他们动手了 那些人还伤了他 该死 娘 这事接下来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清儿 娘 年轻一辈的事 就该让年轻一辈来解决 我不会再让自己轻易受伤了 也不想娘再为我而受伤 这 这没多大点事 刚赶着回来 才会和执法堂的坚守切磋了一下罢了 娘 经过这次我也想明白了 想要不被人欺负 只能自己奋起反击 娘 这个人你找个隐蔽的地方 关上一段时间 剩下的事 我自有安排 娘 这个人你找个隐蔽的地方 关上一段时间 剩下的事 我自有安排 啊 静儿 这是哪里 不好 敢攻击我 看招 有效权 攻击不起作用 有什么东西 涌进大脑了 混沌权 攻法 你终于来了 什么人 我是这个空间的气灵 慕自远 我等你很久了 气灵 你在这里等我做什么 我被限制在这片封寸之地 已经很久了 需要御界新主人的帮助 才可以脱困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可你我非亲非故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掌握着上百种攻法 武技和大量炼药之神 只要你拜我为师 并助我脱困 我就全部传授给你 拜师就算了 你看起来也没比我大几千 不过 帮你脱困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也可 这里有三样东西 对你现在应该比较有用 就当是见面礼吧 剩下的 等我脱困后再给你 把玉剪放在额头上 即可领布 链绒自动浮现在脑海里了 炼灰用于提升魂力的辅助方法 初级单要响起 炼药术入门 还原来一夜配方 成品可以快速提升氧气气修为 且根基稳固 东西没问题 确实对我很有利 这单我接了 你要我怎么帮你 你帮我把这个符咒撕下来就行 这个符咒 只有你可以触碰 记得 要全部撕下来 好啊 真有这么简单 这个符咒贴得还真紧 有点难撕 慢慢来 不急 不过记得 一定要整个撕掉 总算弄下来 木子元 你怎么了 终于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你做得很不错 人挺聪明 可惜就是有点太天真了 你 不过大家难得相识一场 我就大好慈悲给你个痛快好了 废物 李轩失守就算了 我让你们去把他找回来 都几天了 人哪 说下不知 李天秦这废物 怎么就这么秘英 不过没关系 这次不行就再来几次 总有得手的时候 我就不信他妈还能天天护着他 你们继续去找李轩 同时也盯紧李天秦 一旦他踏出院子就 就怎样 李师 李天秦 你是怎么溜进来的 这你不需要知道 你不是要盯着我吗 我现在亲自来了 你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 自然是送你上黄泉 给我上 是 真是没用 还是得我亲自动手 没想到你这废物还有点本事 不过一切都结束了 去死吧 要几八截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提升这么快 难道你一直在隐藏实力 难怪我之前会失败 那你这混蛋隐藏得这么深 不过我已经快要突破时间了 去去八截 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虎孝君 我也 你也结我一群事实 这威力 怎么可能 骗我当中 李战 你屡次算酒 害我重伤垂死 令我母亲担惊受怕 以至于擅自动用族内密钥 被大长老责问 种种罪行如今算来 我只要你一条腿作为代价 不过分吧 等 等一下 我可以给你赔礼道歉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 求求你大人有大量 给我个机会 给你机会 当初有给我机会吗 不要 小畜生 住手 好强的气势 陪远 不 是祝丹七吗 李天明 你果然来了 爹 快救我 李天琪 你死定了 我爹来了 你赶紧跪下来求我 我还可以 给我走 李天琪 你这小畜生 竟然下如此狠手 今天留不得你了 糟糕 我怎么动不了了 堂堂分家家主居然出手偷袭小辈 真是不知羞耻 是你沐月 好好好 你别后悔 要后悔的是你 怎么会 小沐月 你们母子二人残害同族 我一定要上报长老 召开长老会审判你们 你们给我等着 不用等了 我们现在就去找长老 看看到底谁才要被审判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消事 你先是私自动用生骨丹 现在又将天明李战两人 押送到义士堂 并擅自召集众长老举行族会 若无合理的解释 即使你也是我们李家长老之一 也得接受我李家族规惩罚 大长老 启禀大长老 是我母亲大人召集各位长老前来 李战也是我抓来的 因为他们犯下的错 需要长老们裁决 好你个李天晴 毫无手足之情 不但把李战打成这样 还敢到我们面前恶人先告状 毫无手足之情 我看毫无手足之情的是李战才对吧 竟趁我外出派人扶杀我 幸好我命大 今天才能站在各位面前 二长老 他们既然能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些 想必不是毫无证据 天晴 你说李战扶杀你 可有证据 大长老 人证我已经有了 物证 暂时没有 不过我有另一个最可信的证据 这 这里是 我怎么会在这里 李天晴 战兄 你怎么算行 大家还等着你的证词 你这个混 我的腿 我的腿 李天晴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没什么 只是抓他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他的腿吧 随便僵养一下就能好 找死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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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器好 脱身的大方 凭什么占有家族最好的自治 那些应该全给我 从头都是我的 大大老 李战本人的证词 够可思考 他既然承认了 那就按族规来处理 但是 天秦 我们李家家大业大 要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 生存下去 除了族内高手之外 更重要的是足够的年轻天才 才能保证家族繁衍下去 而李战年纪轻轻 已经是氧气九阶 幸运于你 氧气七阶 不 十八阶 我记得天秦停在氧气二阶 已经很久没动过了 怎么现在一下子变八阶了 是啊 难道他一直在隐藏实力 我原本是氧气二阶 服用了母亲的生骨丹后 突破到了氧气三阶 之后我看到了这个 这是裴炎灵液 是我最近认识一个炼药师朋友练队 依靠这个 我数日内连续突破到氧气八阶 而且我可以每隔一段时间 炼制一批裴炎灵液给家族 帮助家族培养更多人才 裴炎灵液 我听说它是一品丹药里几乎最好的那种 我也听过 这个灵液对氧气气非常有效 依靠这个可以快速突破到氧气九阶 并且根基稳固 不会有后遗症 但炼制过程繁杂困难 不是三品以上的炼药师 根本无法大量炼制 想不到 天秦竟有幸认识这样的炼药师 有了他 我们能快速培养出一批年轻族人 很快可以成为家族中间力量 将来突破的可能性比其他人更高 炼药师朋友 很不错 天秦能有这样的际遇 还愿意为家族未来着想 确实是为李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来人 把李战和李天明交下去 关入牢房 这家族还真现实 放开我 你这狗东西 知道我是谁吗 各位长老 王家突然登门造访 人已经请到大堂了 王家 客人们 你们不能直接进来 李家长老们 王家上门拜访 为何不出来迎客 我们两家力来交好 这次王家招呼都没打 直接上门 难道是有什么钥匙 王家的各位 怎么有空来拜访 真是有失远迎 亲爱 您感觉王家这次来者不善 无妨 兵来将党水来土焰 我们随机应变即可 没想到原生还有个未婚妻 不过看这阵势 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各位 我们王家这次前来 主要是想见一下李天晴 他在何处 他刚好在这里 李天晴 还不快出来见见我们的亲家 你就是李天晴 正是 听说你近十年一直卡在氧气 初期毫无进步 对 不过最近略有提升 好 能躲掉我攻击 还算有点无需 莫名其妙就打人 你是脑子有病啊 好快 亲爱 我认出他来了 他是王家年轻一辈第一人 王栋 他不是早些年出去历练了吗 怎么没听说他回来了 听说他历练之前 就已经陪元一间了 弱 太弱了 李家大长老 就他那种实力 怎么配娶我的表妹 王家王二 你与天晴实力相差甚远 还出手偷袭 未免太过分了吗 李家大长老 我只是替我表妹担心 亲手试一下他未婚夫的实力 没想到他实力如此不济 我看他和我表妹王玉的婚约 还是取消了吧 天晴和王家丫头的婚约 是老夫和王雄老哥当年定下的 就算要取消 也得他亲自来跟我讲 秦儿 你没事吧 没事 小伤而已 以陪元二阶的实力 偷袭出于氧气期的人 你们王家就是这样娇人的 伯母万福 表哥他只是太担心 我的将来才出手的 请你不要怪他 爷爷重病在身 恐难以长久 为不耽误天晴哥哥的未来 他命侄女前来商量退婚之时 为表歉意 王家以三香 共三百瓶陪元灵液作为陪礼 李家历来没有专属炼药师 想来这批灵液对李家大有帮助 此事重大 王雄老哥病重我竟然不知 不如老夫先去王家看望老哥 再与他细说此事 若他真的同意 我们两家婚事 就此做吧 多谢李家长老好意 家中的药师说 爷爷的病需要安静休养 无便剪客 嗨 我说你们李家就别装我作样了 谁不知道这些年来 李家实力衰退得厉害 草旧没有自己的炼药师了 裴元灵液也买不起多少了 你说什么 这小子竟然小看我们 谁说我们李家没有裴元灵液 炼药师我也认识 而裴元灵液这种货色 要多少我有多少 天秦确实有一位炼药师好友 也愿意给我们提供陪元灵液 难道李家有什么规遇 怎么会 我觉得或许我们不退婚也可以 两家联合会更加 王家的婚事我不稀罕 但你们上门羞辱我们李家的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王道三个月后你我一战 你赢了 我接受退婚并向你赔礼道歉 你输了我也接受退婚 但你得荡着李王两家所有人的面大声承认 你输给了我 并且以后见到我要绕着走 哼 一切秘密 哼 你来了 哼 也就是说 刚解决完礼战 又冒出个实力更高的王洞 你惹事得本脸不小啊 我找你是找打赢王洞的办法 不是来听你讽刺的 办法当然是有的 那就是将修炼速度再加快 若能突破到培元期 你与王洞尚可一战 不过 你得帮我解开封印 这符咒撕不开 看来以你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解开封印 这样吧 只要你帮我做两件事 我就帮你加快修炼速度 说吧 只要不违反我的原则 我应该可以答应你 第一件事 就是帮我去你们李家后山 寻找回两件东西 第二件事 就是帮我找一个徐元的人 第一件事我可以答应你 第二件事 关于那个徐元 还有其他信息吗 比如长相 实力之类的 第二个不急 你暂时只需要知道他的名字 其他的我以后再告诉你 行 我先准备一下 明天就去后山 慕子元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 你没耍我吧 应该是这样没错的呀 我明明把东西放在 可从刚刚开始 我们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 对了 我忘了我在这附近 还设了一个简易的幻阵 阵内机关不少 你最好别乱动 这就是你说的简易幻阵 起码对以前的我来说 是很简单救人物色的 哎呀 李天琴 想走出这个幻阵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指令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现在只能相信我 就是现在 往前冲 你就死吧 李天琴 我这个幻阵的出口 设在最危险的地方 你怎么走说 停 停 停 出口设在最危险的地方 目前只能这么做了 恭喜 看来你选择对了 子源 别这么激动 你看你手上的是什么 这是 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吧 令牌就算了 这块镜子一看就不凡 你竟然一点都没动心 虽然你很无耻 但达成的交易 我会尽可能遵守 生气时能强行控制自己 遇到利益时 又会遵守约定 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李天琴 李天琴 接着 刚刚是什么 墓园心境 我以前的护身法宝 这就是我答应给你的帮助 刚刚这还只是他的自主防御 你滴血炼化之后 他能根据你的修为境界 调整防御范围和强度 还会大幅度提升你吸收灵气的速度 让你修炼比别人 很不错 有了这个 击败王栋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 墓紫园 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 把自己的法宝送给我 我现在用不上 而且我还怕你被人随手弄死 没人帮我解开封印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飞天猫 我也没见过这种妖兽 不过 他有一脸生气的样子 应该是你拿走的那种精进 让他以后 能把快速吸取 就在这里不去 我没有必要跟他战斗 还是赶紧离开吧 趁他现在还没攻击 我们快点下山 慕紫园 我突然想起衣服还没收 先回去了 你这家伙 只能靠自己了 是什么完美了的呀 逼我的 好厉害 这只到底是什么药兽 元气消耗太快 你先补充一下 逼我的 他喜欢吃培圆灵异 很抱歉 拿走了墓园心境 让你没了修炼的地方 但现在的我很需要他 我身上就剩这些培圆灵异了 你吃完后 就再找个元气多的地方修炼吧 我说了 这些食物我身上已经没了 还要的话 得回家练制 对 你还真不客气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 这么快就收服了这只妖兽 虽然我还认不出它是什么妖兽 但他潜力肯定非常高 你以后要是能跟他定下契约 又能多个得力帮手 你好意思说这些吗 有时就第一个跑 不是跑 是刚好有急事 不说这个了 趁这里比较偏僻 你先把墓园心境练化 感受一下他的能力 首先 把你的一滴精血 逼在墓园心境 好 现在全身心地练化它 当它全部融入你身体内 就算练化完成 之后 你就能操控它 这就完成了 速度还挺快 不过 这只是初步练化 你要发挥它的真正实力 它远远不高 比如 怎么感觉防护比没练化墙还弱 之前能挡住我一招 依靠的是墓园心境 被动积累了许久的元气 你重新练化之后 自然就消散了 以后你掌控得越深 它的防护越强 同样 修炼方法的加速 就越快 除了自身修炼方面 丹药方面也要跟上 之前培元灵液的材料 真的差不多了 培元丹的材料 也要开始准备了 有了它 你才能突破氧气时间 进阶到培元机 我先去市集找一下需要的材料 基本上买的差不多了 还差一味药材还得看看 前面有人打架 快去看看 好像是几个恶棍 在欺负一个女孩子 哎呦 我的眼 小肥女还挺烈的 你伤了我霸消的人 除非给我去喝一杯 当赔罪 否则 你 休想 我刚刚在墙上走得好好的 是你们先转过来 还动手动脚我才反击的 听说那位姑娘 在打探亲人下落 没想到被霸消盯上了 又是霸消 听说前两天 她调戏张家的姑娘 把张老头都气死了 要不是她家还有点事 就她做的那些混账事 早就被打死了 走吧 小美人 我在怡春楼定好了位置 陪我去喝一杯 什么哥哥姐姐的 也可以脸不要脸 她让你放开你没听到吗 是谁 敢管你霸消大爷的事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再不放开那位姑娘 你会倒大力 敢跟我这么嚣张的人 都没好结果 老侯 二狗 给我 你是在找你的手下吗 什么时候 你这小子 还想英雄救美 我看你怎么救我 这家伙 在我养情六斤的实力面前 你敢把非暴墓给我 谁找我 死 要死了吗 还不能 谁 这里是 你醒了 这是我让人从姑娘住下的客栈拿回来的包围 东西应该没漏啥 谢 谢谢 不知公子是 忘了介绍 在下李天晴 之前姑娘陷入昏迷 只能带回我家照顾 冒犯之处请多见谅 对了 姑娘的衣物都是我母亲帮忙换的 没事没事 我还要多谢李公子才对 要不是你 我可能 我叫江红云 因为与我从小相依为密的姐姐突然失踪了 所以离家寻找 我打听到姐姐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 就是出云城 不知道 公子有消息吗 这倒没有 不过我可以安排人帮忙寻找 江姑娘不介意的话 可以赞助我家休养 顺便等待消息 没想到我的儿媳妇这么可怜 小小年纪就离家寻解 还要被人欺负 母亲 都说了我只是救了江姑娘 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快来人 叫郎中 清白 就算是救人 但你又亲又抱的 人家姑娘清白早就没了 当时情况紧急 我肚气给她是为了救她 我后面还特意避开人群把她送回来了 反正我不管 这儿媳妇我认定了 你赶紧帮人找姐姐 知道了知道了 总算氧气时劲了 没想到第十节需要的积累 是前面加起来的数位 依靠培元丹墓园心境和混沌局 才能这么快完成 可惜离培元器紧一步之遥 当然 培元丹被某只懒妖兽吃了一大半也是一大原因 霍萱 你就不会反思一下吗 天晴哥哥 伯母让我 红鱼 你赶紧穿上衣服 天晴哥哥 明天与王栋的比武 你有信心吗 听说他早已是培元器 当然没问题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 三个月前 我们两家约定 今日以比武的方式解决李王两家婚约问题 准备开始了 闹这么大 不知道最后谁家要丢这个人 我听说王栋大哥已经突破到了培元二级 那个李天晴好像还是养气气吧 最后落的大庭广众被女方退婚 李家也是不行啊 结果是李家小姐被当住退了 那这辈子就没人要了吧 胡说八道 你说当初私下退婚 你是顾及李家颜面 你们还非要搞这么大排场 我是想帮也帮不了啊 不劳大驾 我李家的颜面自当自己维护 李天晴呢 还不赶紧上 是丢不起人想反悔吗 秦儿 一切要小心 天晴哥哥你一定能赢的 好 免你个机会 只要现在跪下来我就放过 少废话 动手啊 我宣布 李武现在开始 快点 怎么会 明明躲开了 小子 对面用的是黄街高级攻防 聚灵拳 这个拳法特点是可随时变大变小 而且大成之后 其真实攻击范围比你实际看到的要大 大成 聚灵拳吗 看来很难躲避 只能硬扛了 看来你知道躲不了 那就给我躺下吧 什么 这 这是什么招式 直接把聚灵拳画脚 我也没见过 但感觉不比聚灵拳弱 装模作相 我看你这次怎么挡 不好 这招挡不住小子 快退 天晴哥哥 还没输 你中计了 总算结束了 还挺难缠 是 是 以前是还给你的 我竟然 好好好 我之前只用氧气气实力对付你 看来是错的 就让你见识下 裴元气真正的威力 虽然现在覆盖全身有点勉强 但是他的全分散之后 威力应该也会下降 成功了 你需要反击了 我之前只用氧气气实力对付你 看来是错的 就让你见识下 裴元气真正的威力 施育灵招 别说氧气气了 裴元气的都不一定能打得破 王栋认真了 小子你完了 我不会坐以待毙的 权还没用权力吗 糟糕 这两个心情今天已经无法使用了 我孝权 也白费力气了 我也不跟你浪费时间了 快点结束吧 玄阶初阶的小隐雷诀 而且还借助天雷珠强化威力 王家这是在耍赖吗 我们之前好像没说过不能借助外物吧 毕竟外物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吗 受死吧 看你狼狼狈的样子 李天琴 你不是很神气的说要退婚吗 有种别躲呀 你赶紧 离开 动不了了 你发现了吧 中了我一招引雷诀 除了受伤以外 身体还会麻痹一段时间 李天琴 你已经输了 不过为了体现我的大度 我给你五息时间站起来 开始 一 哎呀 你要是现在帮我把封印撕掉 我不但能马上救你 还能把这个可恶的王冬打趴下 虽然并没有发动 但是对方会在体内窜流 更容易被应该继续收 不要再这样用雷电了 你这样圣之不攻 你这家伙 我为何要顺你的心意 你越胖 你越小胸 别 原来如此 姑母 天琴哥哥他 我们要相信情爱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有本事给我个痛快 死到灵头还最幸 那就如你所愿 如我所愿 真是卸下了 灵卷突破 朕图破远远期了 天琴哥 结束吧 王冬 跪下认输吧 你 休想 要么被我当场废掉 要么兑现承诺 你选哪样 我 王冬输给了李天琴 以后我看到李天琴 都会自觉绕着走 绝不敢出现在他面前 有啊 是我们李家赢了 李天琴好样的 天琴既然赢了 我们李家正式退掉 与王家的婚约 退婚书请王家二长老收好 今日羞辱之耻 我会就这么结束的 我李家随时像今天这样 接受挑战 天琴 你这次做得很好 全族以后会全力提供 你需要的修炼资源 多谢大长老 阴太极居然能内化吸收 要在修炼中好好研究 大有用处 天琴哥哥 红云 你自己一个人 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 我在 小云 她在这里不要出声 姐姐待会儿就回来找你 姐姐 你也一起躲进来吧 小云听话 这样我们谁都躲不掉 你们这些混蛋 有本事就跟过来 在那边 追上去 我 我想姐姐了 她这么久没消息了 是不是就是 你别哭啊 你姐姐肯定没事的 天琴哥哥 你能教我修炼吗 怎么突然要修炼 昨天的战斗 让我明白了 只有自己厉害 才能保护周围的人 不受欺负 好 我来教你 我两侧比较适合你用的功法 分别是水石剑瘸和鱿鱼身法 谢谢天琴哥哥 宁气于气 平原环绕为云 我示范给你看 翻 天琴哥哥好厉害 我也要试试 完全不行 这个招式完全发动不出来 别急 我来带你 闭上眼 集中精气 这剑法讲究运气 将全部的注意力 汇聚在场心 回处 成功了 才这么小的口罩 什么叫这么小的口罩 这已经是 极有天赋的天才了好吗 你知道正常人 要花多久才能 看来你很有修炼的天赋 比刚开始已经好太多了 现在 还需要搭配一个 合适的修炼功法 真的吗 我再问一次 这样练功你是能接受的 对吧 嗯 接下来 我会把元气 输入你体内运转一次练魂 你要仔细感受 跟着运转 爸 好的 天晴哥哥 这是正常的吗 黄云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为什么我俩元气会交融在一起 没好处的事 我才不会说 怎么会 我总有一天会杀了你的李天晴 你 你 你 到底 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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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难道这个黑影是真实的,它想要我的命吗? 这招要结合步伐,再来一次 好,好的 这么困,这几天晚上都去干嘛了呀 你真的看不出来我脖子上有任何异样吗? 我怀疑我被麻烦的人盯上了 看不出异样,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这个人的能力应该在我之上 比起你,更不知道高到哪儿去了 那你再给我点儿 给你的够多了,也没见你给我找东西找人 不干了不干了 天晴哥哥,我练完了 说好的,你要陪我去买东西,我们走吧 天晴哥哥,你看这个适不适合我 不错呀,很漂亮 婆婆,这个我们要了 这个,我,我不能卖给你们 你们,快,快放下走吧 婆婆,为什么有生意不做啊 我这里是王家看的摊子 他家访华,谁跟天晴少爷做生意就找谁麻烦 我惹不起啊 静搞些偷偷摸摸的手段也是麻烦 如今我们与王家对立,更需要我李家男儿 在出云城中的玄天正宗里打出名声 才能在这里拥有更大的势力 出云城,没听过的地方 说不定在那儿能找到跟牧子园想要的东西和黑影的线索 我离开王家的视野,也能让母亲和红鱼轻松点 大长老有此愿望 应该让我去参加玄天正宗的选拔 对呀,李天晴能打败王栋,身手了得 现在年轻一派里,就属他厉害 一定要把他夹到名单里 我也同意 不行,李天晴不够格 不够格?阿尔长老觉得谁比我够格可以拉出来比比啊 李们 李天晴加入选拔名单 希望你能够不负众望 我李家将是你坚强的后盾 有大长老此言 天晴必竭尽所能 李天晴 李天晴 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与事不要冲动 母亲,我不是小孩子了 这些我都知道了 算了算了,我就知道你没听进去 不过没关系,我早有准备 让红鱼跟你一起去 有我的未来儿媳照顾,我就放心了 红鱼? 天晴哥哥 没事吧 天晴哥哥,你就让我跟着吧 而且你看我,还要找姐姐呢 好吧 一路顺风,一定要好好培养感情啊 我们出发吧 堂哥 等,等我一下 哇,无愧是我堂哥 竟然能倒立说话 是你反了 还有你是谁 我怎么不记得有你这个亲戚 关系再远也是亲人啊 堂哥跟王栋一战,名阵四方 我礼不迟万分仰慕 望堂哥给个机会,让我跟着好好学习吧 不要 堂哥,你就收了我吧 我什么都能干 洗衣做饭,护卫探路,我都擅长 天晴哥哥 他这么远跑过来 现在赶他回去,似乎不太好啊 对啊对啊 堂哥可以看我的表现 不好的话随时能赶我走 好吧 堂哥,我们走这边 堂哥,你看我找到了啥 你的身后 我找到蜂蜜了 你先擦点药吧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嗯,那我先去弄点柴火 天晴哥哥 我有些事想离开一下 快去快回 天快黑了 以外可不怎么安全 好 一路顺风 一定要好好培养感情啊 我们出发吧 啊 堂哥 等,等我一下 啊 哇,无愧是我堂哥 竟然能倒立说话 是你反了 还有你是谁 我怎么不记得有你这个亲戚 关系再远也是亲人啊 堂哥跟王栋一战 明镇四方 我礼不迟万分仰慕 望堂哥给个机会 让我跟着好好学习吧 不要 堂哥 你就收了我吧 我什么都能干 洗衣做饭 护卫探路 我都擅长 天晴哥哥 他这么远跑过来 现在赶他回去 似乎不太好 对啊对啊 堂哥可以看我的表现 不好的话随时能赶我走 这 好吧 堂哥 我们走这边 堂哥 你看我找到了啥 你的 身后 我找到 蜂蜜了 你先擦点药吧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嗯 那我先去弄点柴火 天晴哥哥 我有些事想离开一下 快去快回 天快黑了 以外可不怎么安全 好 不吃做什么安就算了 红鱼怎么也去了这么久 还是去找找吧 啊 不好 是红鱼的叫声 你别过来 快放开我 放开他 天晴哥哥 你来了 停 抓紧我 红鱼 没事吧 你 先不要看我 啊 啊 好的 行吧 找死 随时建军第三势 降太极强化 你 我 哇 呀呀呀呀 谁敢放肆 我理不知 的堂哥 可是轻松碾压 培元二杰的高手 哇 好大的章鱼 我们的晚餐有着落了 哈哈哈哈 经过这次历练 我感觉到培元一杰的瓶颈松动 通过玄天正宗的考核 应该没问题 老大 前面好像有人 今天总算能开张了 哼 希望是个飞扬 这片地都归我霸虎大爷管 想活命 就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堂哥 快保护我 天青哥哥 刚刚就一直好吵 这些是什么人 还有个小美人 要出他 本大爷倒是可以放你们一马 你们这群不长眼的 信不信我堂哥收拾你们 你以为这样能吓到我 嘿嘿嘿 小美人 乖乖跟我走 保证你以后吃香 不欺廉耻 呸 你竟敢伤我 你这臭丫头找死 你说 谁找死 啊 我的手 你们等什么呢 叫我杀 是 不吃躲起来 红月 你小心一会 嗯 天青哥哥 你也要小心 让你尝尝我斧头帮的厉害 你蠢 就是 哥哥们保证不伤害你 小美人 乖乖投降吧 痴心妄想 水石宪卷 水流魂 小姑娘还是太嫩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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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天青哥哥 啊 啊 别堵过又怕 注意伤后 啊 啊 别 别糟糕 被发现了 这里有个小胖子 先抓他 别 别躺哥 救命啊 麻烦 剩他一个了 打架射 嘿嘿嘿 怎么还有 嘿嘿嘿嘿 去死吧 啊 天青哥哥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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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可恶 这么多人都没解决他 还来了帮手 把杂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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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哼 不堪一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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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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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相助 不过我觉得 不必通下杀手 他们全是 出云城通缉的罪犯 死不足惜 既然是被通缉的 把他们押回寿室 偿还自己的罪责金 小姐也不必 在这野外生的 你这是在讽刺 本小姐吗 不是就你原地等我吗 我的伤也不是很重 听到没动静 就赶过来了 你无视我 哇 堂哥 这又是在哪找来的仙女啊 这位是救我的恩人 对了 还没问恩人姓名 我叫上官飞鱼 小妹妹如此懂事 我肯定要救 不像有些不懂理情的人 我叫李不吃 上官仙女 你不仅人这么漂亮 连武功都这么了不起 过奖过奖 这样才对你 上官姐姐 杀掉这么多人 我有点害怕 你觉不觉得 带回城里 交给大老爷们去处理 更好一些 既然你害怕 那就把他们带回去吧 天秦哥哥 上官姐姐很通情 达里的同意了 那上官小姐继续忙吧 我们将劫匪带回去 就此没过 死人有些难搞 最后不要深交 出云城我熟 我带你们去府衙 更何况我救了你 不说有什么报答就算了 还要赶我走吗 对对 我们一起进城 要好好报答一下 上官姐姐 这些人都是谁呀 好像是霸虎的手下 这次竟然被人一锅端了 我认得前面那位 是上官家的姑娘 这已经是她抓的 第几批恶人了 真厉害 哇 原来上官姐姐 不仅人美实力强 在这里还这么出名啊 对呀 周围的人好像都喜欢你 她家太过誉了 怎么样 不错 我看周围的人 似乎都挺了解 上官小姐的厉害 你 懒得和你说 无语 你那哥哥就这样对人的 不是的 天秦哥哥平时很侮辱的 那就是在针对我 这 算了 等小姐看在你的面上 就不和她一般见识 接下来红鱼 你有什么打算 难得了 楚运城 我们想在城里到处看看 上官姐姐人美心善 你就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拜托了 上官小姐应该很忙 你们不要来 可以啊 等押送完 我带你们过 哼 你不想我去 我偏要去 就要看你一脸不愿 要阻止不了我的样子 你脚受伤了不方便行动 就留在客栈休息吧 我也想跟着去啊 可恶的堂哥 我的脚明明没 哦 这里是出云城最大的交易房 横通房 在这里 你想要的东西 基本都能找到 哦 看起来好气吧 这么大的口气 倒要进去见识一下 接下来拍卖的是 寒阳草 寒阳草 这个可是用来炼制二品炼体丹药 寒阳丹的主材料 我之前在镇里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哪里能卖 哼 这里偶尔会有一些稀有药材拍卖 和你那种乡下地方可不一样 一万两 一万三千两 上官姐姐 他们报的价是白银吗 白银只是小地方的起拍价 这里的拍卖都是以黄金起拍的 好贵 天晴哥哥 我们这么快走了 东西是好东西 可惜我们现在没什么钱 留在这儿只是浪费时间 以后再来吧 等等 今天压轴物品来了 看完再走也不迟 那是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压轴物品 宁丹丸 它的效果想必不用我多说 起拍价 十万两 运气真好 我最近刚好要突破 我出十一万 哼 别以为只有你需要 十二万 十四万 宁丹丸只是三品丹药 作用也极限于帮助培元器 突不到助丹旗 为什么能卖这么贵 什么叫指示 你以为三品丹药很常见吗 以你的见识 估计不知道炼药师的数量 是远远小于修炼之 说起来刚刚参观丹药店时 看到的丹药品级最高都是二品 炼药师这么吃香吗 我们走吧红女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不过 我想到了一个赚钱的点子 什么点子啊 所以你知道三品丹药有多 李天青 你这家伙竟然敢抛下本小姐 请各位 依照抽签结果 前往相应比武场 没能抽中跟天青哥哥一个比武场 出事很简单 也没问题了 我们一会儿见 那天青哥哥 你通过之后一定要来看我 唐哥 太好了 我跟你一个组 你这是在干什么 这大热天 有好多人想吃西瓜 而且他们用的是金子 我已经小转 别当我们少门主的道 哪来的穷三下人 也想进宗门 满日做梦 赶紧爬 你少放屁 我唐哥比你强一百倍 香巴龙还是回去种田吧 别浪费时间了 看他们那熊样子 趁着没惹到少门主 赶紧跑啊 绿光 元气测试合格 进入初级对抗测试 哈哈哈哈 看见我唐哥的厉害了吧 你也去测 唐 唐哥 我可能不太行 比起老家的测灵石 这个就是垃圾 你尽管放心测 绿光 元气测试合格 进入初级对抗测试 耶 唐哥 我真的通过了 啊 他们这么厉害的吗 真是小看他们了 确实是垃圾 上门中无敌 要不是运灵石垃圾 你们怎么能过 趁着还有点脸 早点滚吧 啊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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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抗测试我要跟这个人比 我们要打烂他 可 可是 规则是要重新冲 无妨 正合我赢 这人让我有一瞬间的丢人 就别想轻易的回去 我叫你死 三十三号礼天情圣 小姑娘家家挥刀弄枪的可不好 如果跟我回家 让我照顾照顾你啊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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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是我无敌杀暴拳 啊 好强的一切 啊 你不迟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第一阶段考试结束 进来 风过者 随我出发 不愧是玄天正宗 好强的敌人 好厉害 哇 这座悬山就是接下来的考核 只要能沿路登上山顶就算能过 好多人 天情哥哥 我们不用赶上去吗 这次考核应该没那么快结束 我们先看看其他人的情况 再做决定为好 没错 我们这叫螳螂捕蝉 黄 小心 快跑 太恐怖了 前面考核出人命了 上面写着 永字 除此之外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看来这门楼大有旋机 不吃红云 进入之后 千万镇定行事 国属一二三 我们一起进去 一 二 四 只剩我一人 看来我们进入了单人环境 哼 陈海藏哥 救命啊 幻境攻击果然无法伤亡 但是薇亚如此证实是为什么 剩下幻境里的东西 能否被阴太极吸收 莽苍权 我孝泉竟然沾染了凶兽的气息 天情哥哥说 我说过要镇定 我 我才不会怕你这种假货 我还要和天情哥哥 一起通过考核 你休想拦我 龙卷 太好了 看来我们是通过了 不吃呢 应该不至于在里面尿裤子了吧 完蛋了 完蛋了 藏哥 这里太恐怖了 我找回家 藏哥 这里太恐怖了 我找回家 我想回家 我的真难看 活脑废 教室教室 吵死了 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还不如去死 求求你们 不要打他 小废物的爹 就是个老废物 赵不停 摇摆是你打赢我们的 干嘛要死缠烂打的跟着我 龙哥 我想变得跟你一样 让瞧不起我家的人 全都跟我道歉 只是跟着我让我庇护是没用的 记住 自助者天助者 啊 唐哥 这什么意思 靠自己努力解决问题的人 连老天都会帮你 我起码要轰轰烈烈尝试过 这可是和唐哥说好的 笑死吧 啊 啊 啊 我出来了 本关在于是否勇于反击 看来你小子也有点成长了 不知 恭喜你过关了 啊 哈哈 唐哥 咱们赶紧去下一关吧 嘿嘿 第二关 我也会跟刚刚那样轻松通过的 别太大意了 啊 啊 这里是 李家 我的卧室 还穿着前世的衣服 一号 御班值到手了吗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复命 首领 我 这不是一号的生意 你把一号怎么了 母亲 你是谁 啊 母亲 霸占了我儿子的身体 还敢叫我母亲 快把我的擎儿还回来 把他还给我 啊 就是你毒上了天青哥哥的身体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竟敢冒充我唐哥 红玉 不是这样的 啊 我是 我是黑道杀手一号 目标已解决 完成任务是杀手的第一院子 别杀我 可惜我没得选 出门在外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律师不要冲动 仓哥 我真的通过了 不 我是玄武大陆的李天青 不管是黑道杀手一号 还是玄仓大陆李天青 我所经历的一切皆为真实 我就是我 无论以前 还是以后 这是 我小时候和姐姐偷跑出来玩的地方 红玉 刚刚去哪儿了 一阵子没见 姐姐都想红玉了 姐姐 所以 为什么不来找姐姐 姐姐你听我解释 怎么 是不是有了自己的天青哥哥 就忘了姐姐了 最近还学会了修炼 过得还挺滋润 我看 你根本就不想来找我 红玉你忘恩负义 红玉你知道姐姐我现在有多苦吗 你就是故意不找我的 想让我自生自灭 你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是我的妹妹 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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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真的很对不起 姐姐 自从我们分开后 我一直在找你 但失去姐姐的保护后 我才发现自己是那么弱小 而我踏上修炼之路 是为了有足够的力量 找到姐姐并保护她 我好想她了 所以虽然你是假的 但还是很感谢你 让我见到了姐姐的样子 你的灵魂 竟没受到我的干扰 你在境内环境内那一刻 对我不会起疑心才对 从此一生 必须无解 若有动摇 生死相迷 灵魂誓言 和抵御心魔 但是一旦有些微遗忘 便会伤及自身 你还真是个傻子 虽然你不是真的她 但我还是想说 姐姐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会等着你来保护我的 傻妹妹 这女娃好像算是快的 等等 好像有人没遇到心魔 就直接过关了 不可能 难道幻境出故障了 带我看看 都快到山顶了 怎么还没出现考验 等一下 该不会这也是幻觉 看似快到山顶 其实还在原地踏步 肯定是这样 唐哥说过 这里不会设置没用的考验 此子看似愚笨 却是大智若鱼 没有心魔 更是证明其有一颗赤子之心 这种天赋修炼 要求赤子之心一类功法 肯定是半功倍 动作挺快的嘛 不吃 没想到你这次竟比我到的孩子 唐哥 你以为我会信你这换下吗 吃本大爷一拳 哼 天晴哥哥他们已经出来了 看来我这次有点 慢 我还是不是幻象 啊 唐哥我不敢了 这么痛肯定是真的 啊 既然人都齐了 咱们就前往下一关吧 两关都过了 不差这一关 走 咱们三个都在 看来跟前两关完全不一样 不止咱们三个 好像通过前两关的人全来了 怎么都光站着 这关到底考啥呀 好好一个十杯也不携点什么 真浪费 啊 不吃 先别乱碰 应该是有什么发动机关的条件 啊 不管了 我要先歇歇 全员到齐 考核开始 此关要求 收集玄天令上印记物品 并通过岛屿中央天门离开 前二十名即为这些新弟子 去吧 我们期待各位在最后一关的表现 刚才吓我一跳 还以为自己突然练成了什么神功了呢 这玄天令上怎么啥也没有 看来这就开始测试了 哎 亮了亮了 不愧是堂哥 原来需要元气启动 我觉得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看看对这三样物品有什么想法或思路 我们三块玄天令上的印记物品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分别是一滴水 一棵草 一马剑 红玉那块玄天令上的草 有点像我炼药时用的游魂草 这个草我刚刚在那边看到有很多 长得跟上面画得很像 你看 这草是不是跟红玉姐令牌上的很像 确实 不过这么多 要找拥有印记的那个应该很有难度 这是 啊 这个没有 这个也没有 虽然知道东西是在这里 但这草满地都是 一颗颗找到几十啊 你还有力气抱的 还不如多检查几颗 为什么我对它会有种亲近感 相似的草药要是不好好分辨 恐怕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难道是另外一种 那就太难找了 天青哥哥 我感觉这颗草有点不一样 或许它就是我们要找的 诶 这不是跟我们脚下这片一样吗 这是油龙草 传说它是龙穴意外浇在油魂草上变异而来的 行军每二十万颗才有一颗 很稀有 难道我们要找的其实是它 两者仅仅惊艳脉络走向有细微差别 不仔细对比很难发现 这玄天令给的土也不够清晰 红玉 令牌给我 试试有没有什么反应吧 快看 它们流河了 就是它了 就算是我 也很难在一堆油魂草中这么快找到油龙草 红玉你是怎么做到了 呃 这 我也不知道 回过神来就看到它了 不好 这是 走 快去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快走 我们继续去找水地 呃 这光柱像信号弹一样 非民在指示我们的位置 好让人来抢过 看来这次考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们会不会没找对地方 堂哥 我们都湿了很久了 这些叶子 树枝的水珠 好像都没什么特别反应啊 确实 我们之前想简单了 其实最厉害的隐藏方法 莫过于藏木浴里 藏水浴 所以你会把水珠做出了 山费的水珠 就要捂成了些水珠 你的水珠 你把水珠的水珠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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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水珠都没有了 也说不出来 水谈水 极一谈水 并没有一滴水这个概念 先分起形状 再找求一种 有意思 那我就一滴滴来找吧 你们先上 好 你们先上 好 风姐 你觉得堂哥说有办法是真的吗 我相信天晴哥哥 混沌太极阴太极 混沌太极阳太极 风 真的变成水滴了 堂哥好厉害 但是没有看到要找的水滴 难道 必须把整滩水一口气全部打散 力气不高 看得这么屁啊 哎 堂哥 你疯了 你整瓶陪人单下去 心血会爆炸的 五 起 找到你了 快 离开这里 好 就在前面 快 别让他们跑了 我去挡住他们 你们要干什么 乖乖把玄天令交出来 我们保证放肚子离开 还说话什么 一起上 不知 保护好天青哥哥 你 你们别过来 我放起来 可连自己都打的 少吓唬人了 天青哥哥 天青哥哥 好机会 你起胜 我看你们还能躲多少下 人啊 我 我说刚刚那是失误 你们信吗 我们一起逐中解决他 别逃啊 你俩俩我们 你自己去吧 啊 唱 唱 唱歌 那条事过来了 我们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来拖着他 你们先走 不行 再详情不用裴缘单 唱歌的精脉会废掉的 你的对手是我 你对同伴没恶意 我怎么好像听得懂你说话 这玄悔怎么会轻易接近这女王啊 难道她有玉兽天赋 这很正常 我的未来弟子就是这么优秀 胡说什么 明明是我的弟子 这丫头有点特别 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诶 堂哥 快看 那条蛇在亲近红玉姐 诶 这是什么 堂哥 这就是我需要的印记 已经收集完了 真是走大运 堂哥 你别吓我呀 堂哥 你怎么了 玄辉 求你帮一下天晴哥哥 好强的力量 希望现在的境界 根本压不住 内神要毒害我 堂哥 等等 或许是已毒公毒 两股力量要把我撕裂了 请一把 炼化掉 这不是武长老吗 考核还没结束 你不蹲在里面看跑出来干嘛 某人贼没鼠眼地溜出来 我跟上来 怕他做什么对宗门不利的事情 手装嘛 想跟我抢骨骨 就你这五大三出的熊鸭 也配 哼 我这叫男子气概 懂不懂 都没人 难道我们是第一个通关的 应该是 哈哈 我们终于 啊 不知 恭喜你通过考核 成为我们玄天正宗一员 您是 老夫是炼气堂堂主 小姑娘 你要是入我门下 以后我的灵气任你挑 去 丫头别听她吹嘘 她自己灵气都没几件 老夫就不一样了 你要是拜我为师 由我掌管的五纪堂 你随便进 哎 做我弟子 钱随便花 小姑娘应该拜我门下最合适 不如大家都退一步 让我做她师父怎样 你的小弟子 做我弟子嘛 这个 是我的才对 诸位长老都太热情了 能否让他再思考一会儿 天 天晴哥哥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天 天晴哥哥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这三人 我丹药堂要了 此等天赋的弟子 敬我丹药堂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点 李家人应该最清楚不过 对吧 堂哥 他是出身王家 现担任丹药堂堂主的 王中天长老 在下李家李天晴 见过王长老 没错 我王家与李家向来交好 我的丹药堂 自然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是吗 王长老说得对 王中天 我倒觉得我的玉兽堂 更适合这几位新弟子 是你 你怎么会过来 我玉兽堂各方面都和你丹药堂 不相上下 那小丫头修炼水系功法 自然是我更适合教的 白水仙 你敢 王长老 别人怕你 我白水仙可不怕 考核结束 择师大会准备开始 请各位长老立刻归位 哼 你是个聪明人 希望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然 我一定会的 天晴哥哥 是我惹祸了吗 放心 你没有 只要跟在我身边就行了 二十人已满 我宣布 此次寻天大招 正式结束 前十名通关的弟子 可自己则失 你们三个是一起的吧 已经想好 派入哪位长老门下吗 是的 据说前三名 已经决定要去王长老了 恭喜丹药堂人才 又要变多了 真羡慕王长老 能收到高吐啊 哪里哪里 运气罢了 前三名开始择师 白长老 这次承让了 我们三人都想 拜入白长老门下 不知长老能否收徒 可以 玉兽堂也很欢迎你们加入 李天晴 天晴哥哥 真的没关系吗 反正我们两家早就翻脸了 对他低声下气也没用 对对对对对对对 放心吧 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继续变强 我还有事儿 后面的就不参加了 结束后 你拿着他来玉兽堂找我吧 啊 好的师父 接下来是最后一项 发放奖励仪式 不知道这次第一名是谁 快走 我们作为前辈 也去凑个热闹 还是没看到上官姐姐 她跟我说回来的 或许她有事耽误 我听说这次仪式 有我们女神来负责才过来看的 哎 人呢 来了来了 快看 将由上界新人第一名 现在是宗主清传弟子的 上官飞鱼 为弟子祝贺 哇 这是上官姐姐 哇 好美啊 哇 上官小姐真漂亮 不愧是萧哥看中的人 那当然 只有羽儿这样的美人 才配得上我 而且 她迟早会接受我的 恭喜你们拿到第一名 这是你们的身份令牌和储物袋 奖励都在里面了 谢谢 李天行 我说过 我们会再见的 日后大家好好相处吧 干 我给女神说话时 她总是冷冷看我 那小子谁啊 找个机会把她埋了吧 太吓 不 太可恨了 受死吧 打错人了 谁偷老子裤子 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 叫你上次无视本小姐 知道我有多受欢迎了吧 竟敢靠近我的女人 马上去查起那小子的底细 啊 是啊 总算解脱了 要不是老头坚持什么做门传统 我才不会穿成那样 我看你玩得挺高兴的 我也想有机会穿成那样呢 天晴哥哥想看吗 这个 地方到了 你们进去找白长老吧 没什么事 我就回去了 多谢上官姑娘亲自带路 白长老 新来的弟子到了 让他们进来吧 拜见白长老 随便做 没想到你们和飞羽认识 意外结实罢了 我刚刚看过你们三个人的资料 知道你们为什么拜我为师 但有句话 我得提前说一下 你们三人之中 我只收江红鱼 作为清传弟子 那天晴哥哥呢 敢问长老 清传弟子和飞清传弟子 有何区别 东门所有清传弟子 都由师父单独教授 提供丹药 武技 与随时之道等 约束型较强 飞清传弟子 修炼需要用宗门贡献点兑换资源 根据自身需要听公开课 对个人比较自由 李不吃拥有赤子之心 修炼对应功法 可稳步前进 不需要我太多干涉 赤子之心 红鱼擅长我主修的水系功法 所以我可以全程知道 有行星将它培养好 可是 而李天晴 我认为你并不适合在我们玄天正宗 啊 你是要赶我堂哥走吗 天晴哥哥不能留下的话 我也 相信白长老应该有下次判断的理由吧 你们不要这么严肃 我换句话说 是玄天正宗对于李天晴来说 太小了 有件事 宗内大部分长老都不知道 玄天第三问中 令牌会出现水滴的概率非常低 很久以前 我在师父带领下 到达层书阁顶层 看到过一本特别的书 上面写道 能在玄天三问中 得到水滴令牌并成功收集的人 是奇才 也是 哎 别跑 我行 好痒 不是让你在山下待着吗 怎么找到这里的 张老恕罪 没事 退下吧 是 刚才后半句话 也是什么 这小小伙有趣 我来帮你提升他的实力 至于你 不如自主修炼 这是 这是自由出入 藏书阁顶层以外的令牌 算是我这个师父 最能帮到你的东西了 你们的洞府 也已经安排好了 红鱼住在我的洞府 你不吃 就和灵星做邻居吧 他是你的师姐 也拥有 世子之心 师姐 不吃师弟 比天晴 则是 灵气充足动辅 有助修炼 还藏了 该不是忽悠我吧 我看看 按这里 元气还真是比山下强多了 我倒觉得勉勉强强 对了 还没恭喜你进了新宗美 真是可喜可贺 你终于舍得出现了 我这不是前几天 刚好拉肚子了 不然我肯定两根插刀 你觉得我会信吗 长老们的监控水晶 虽然无法看到幻境 可我也进入不去 其他空间 监控水晶全能看到 我贸然出现 只会徒增你的刻意 监视一解除 我不就出来了吗 你这个人真是不识好人性 回去了 现在只能到这个范围了吗 果然没这么容易 反正已经见证了 沐原先进在起初 那就再等等 出来了 出来了 赶紧就位 他怎么也是这次第一名 正面打可能会失手 按昨天说的 知道老大 等他们看热闹凑信了 咱们出息不意 打晕他 之后拖回去审讯一番 小小师兄想知道 啥都不是问题 无愧是萧少爷 属下第一志将啊 竟然看不起我 吃我一圈 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 加油 试试切换中路 加油 加油 打他 色眼忌 我要是开个杀手眼忌班 应该也挺赚钱 头儿 那小子停下来看书了 是不是发现了 不可能 我的计划万无一失 一定是我们打得不够激烈 不够吸引他 再来 是 老大 头儿 那小子睡着了 咱们是不是演得再激烈点 演个屁 没看到他是在故意耍我们吗 全部给我上 不是 不咬了吗 我还想看猴戏呢 断刀爪 火焰球 看你这么躲 给我打下 什么 不 你惹怒我了 看玄刃 什么 不 你也想挨打 不行不行 你死心吧 我是不会说的 看起来 谁派你们来的 放了 老大 不会放 你呢 在这又不好使出 杀手闪讯手法 算了 先让自己变强 总没错 这是什么 快放了 我们 你怎么样 玄阶低级金光泉 玄阶中级 看来第二层最高 就是玄阶高级了 那些垃圾功法 就别看了 这层就这本 还过得去 这可是玄天正宗的 招牌功法 当年玄天老祖 凭此步法 以一敌百 一战成名 看起来不错 赶快回去练起来 喂 来都来了 我们上顶层看看呗 你没听白长老说 顶层不能去吗 起码给我的令牌不许 就是听到了 那段话里的书 所以顶层才飞去不可 前辈 弟子想兑换这本玄天布 二百贡献点 可以了 可以了 小子 玄天布 灰色南斗 建议去传宫方 停一下课 传宫方 弟子多谢长老指点 有趣 我倒想看看是谁 费这么多功夫 来对付一个 小小的新弟子 我要兑换玄天布的课 李天琴 没看见门口的牌子吗 狗在外面卖票 我买完不牵着你 进去不就行了 你把谁拿 小子我劝你赶紧滚 我们老大你可得罪不起 孤子吧 那我就得罪得起了 大爷算我求你了 这票要是卖你 有人得断了我的腿 原来如此 那我也不为难你 一瓶陪元丹 换玄天布听客门票 谁卖我 我这刚买的 我卖 我的门票位置靠下 买我的 别挺他们 我只要半瓶陪元丹 因此 学习玄天布最重要的 是对星象的研究 难怪我进展缓慢 不愧是肖师兄 看来 课要暂时停一下 我们有位不速之客到了 这不是入门考试第一的家伙 他好像挺厉害的 谁知道呢 昨天颁奖还打起来了 我是来听玄天布的课程 这是我的 玄天布 算了吧 我可不像给你这样的人讲课 哦 此话怎讲 问我 你李天勤是李家远近闻名的修炼废物 我倒想问问 你是怎么进的宗门 当时入门和上官飞语那么亲近 不会是靠女人走后门进来的吧 我去 还有这事 这不公平 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机会 废柴得了第一名 肯定是靠作弊的 这种人别说听客 根本没资格待在我们东门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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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三烂的小手 你这家伙懂不懂村辈 小巧师兄可是王丈老的青川三弟子 是你这新人有资格置疑的 原来是王家养的狗在极度 你觉得上官飞语会看上一条狗 李天晴 我劝你识时务 离上官飞语远一些 在这儿 我不教你玄天步 就没人敢教 就用这来威胁我 区区玄天步 没人教 自己照样能学会 对了 两枚陪元丹足以陪你的石头 不用想 李天晴 陈天步 心法宿炼完确实提升了速度 但是为什么方向转变 总和我预计的偏差这么大 我确实是按照星辰计算的 星辰方位是固定不变的 到底错在哪儿了呢 因人而落 因人 难道固定不变才是错的 需要结合个人数据来 重新计算落脚点 杀手训练本身 就要准确了解自己的身体 撞上我的专场了 果然 结合自己身形 跨度和素质这一系列信息 是在学习中 才是最正确的 接下来 就需要找帮手来把步伐 训练成肌肉记忆了 天晴哥哥 你把我从师父那边进来 就是让我用这个砸你吗 放心吧 红鱼姐 这灵光球本身威力很弱 只是可以存储力的 转化为速度罢了 难度有这种为难堂科的机会 不能错过 没错 待会儿你们只要全力把灵光球射向我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 突破起来 天晴哥哥小心了 不错 就是这个 不行了 我的手感觉要断了 要不休息一下再继续 控场的方法对我已经没用了 得改造下 灵光球都充满了吗 就好了 这是最后一个 天晴哥哥 邓哥 我没事 果然 这样倒逼自己的潜能 大脑的运算会快很多 天晴哥哥 成败再次一曲 纯粹用直觉和肌肉记忆再来一次 成功了 玄天步不愧是玄天老祖的成名之术 变成后 足可比肩地级功法 是时候给王家的狗 送上一份惊喜了 李天晴 你又想干什么 滚出去 当然是来给你们送个大大的惊喜 这是 你想跟我抢人 你没这个资格 船工坊也没规定不能两人开一样的课啊 不如咱们打个赌吧 他居然已经学会了 一周 谁那里的人少 就像多的人下跪认输 并且发誓永远不来船工坊 如何 真的是玄天步啊 那也没肖小师兄教得好 感觉挺厉害的呀 怎么 不敢呢 一个刚入门的弟子 会了点皮毛 就敢与我对赌玄天步 这赌约我接了 小小这个小人 竟然威胁船工坊管事 现在连个厂子都拿不到 只能到外面来摆摊 那个 我想是 这边来这边来 小小师兄今天公开个免费 唐哥你放心 我打死都不走 是你的头好好徒弟 好好 谢谢谢谢 你们先去帮我干点别的事 明公秋打人真的太疼了 就是啊 胸部都要被打小了 疼还好 可是小小师兄的那个跟班 趁着知道我的时候乱没 我 我都不想学了 你别哭啊 要不然不学了 是他做错了 为什么要放弃我们的学习机会 我知道有另一个选天步班 学会了给他们好看 真的吗 我想去 天青哥哥 你们会经常被灵光球击中 是因为并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数据 要这样被测量吗 有点害羞 要不然 我们还是走 没事没事 女生是我负责测量的 玄天步重点在躲避 而非被击打 我改良了水灵光球 碰到身体会破掉 所以不用担心会痛 太好了 我们想学 唉 我又被小小师兄骂了 说我压根没有天赋 我也是 让我早点放弃 别浪费他时间 可我们 不就是想学这个才来这儿呢吗 谁说你们学不会的 那是他教的 那是他教的不好 看我的 选天步 这是胖子版的选天步吗 我要学 有瘦子吧吗 我也想学 都有都有 我表哥啥选天步都能教 因财师教才是个合格道老师 我这儿没有教不会 好 好 李哥厉害 走 咱们去那边 这是怎么回事 人呢 肖 肖师兄 人都跑李天晴那边去了 师父 李天晴那小子 竟敢无视宗门规矩 私自授课 小小 别以为为师父知道你没点破事 徒儿这样做 还不是为了好好孝敬师父 之前那小子顺倪颜面 不过 李天晴刚入门就坏规矩 为宗门生育 本长老自然有管教之责 带我去看看 是 王长老万事以宗门为重 徒弟深感佩服 哦 我懂了 跑起来了 跑起来了 李师弟是那天才 原来这几天声名远言的 玄天步课 是你李天晴开的 快看女神 连她都慕名而来了 就是不知道 你的玄天步 和我练的玄天步 谁更厉害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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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好快 哥也不唱 始终保持距离 明明看起来才小着 怎么比我还灵火 什么 小心 你抓这么近 是对我有意思吗 玄天步还可以这样用 妙啊 我的女神 哭什么呀 好好看好好学 以后咱也能有女朋友 有意思 你的步法太有意思了 我也要学 李天晴 李天晴 你在干什么 给我放开她 赌约的期限还没到吧 你是着急来下规认输吗 李天晴私自授课 给我砸了这里 是 你们凭什么这样做 你是不是就想耍赖 不认比赛啊 就是啊 别烦我们向李哥选吸泡 玄天步技巧 是谁煽动他人闹事 启禀长老 是李天晴 煽动闹事 就地拿下 王长老 这是误会 弟子们都是自发的 想必其他事情也是误会 怎么又来个难缠的捣乱 原来如此 我看他们矛盾挺深 得想办法解决 这样好了 李天晴和萧小正式比试一场 来了结此事 如何 至于内容吗 两人不是斟着教玄天步吗 就比这个好了 长老的话 弟子自然听从 就是不知道某人 敢不敢应战 可是 当然没问题 我很乐意跟萧师兄 好好比一场 刚好老夫有空 这次就由我来做裁判好了 这样吗 还不都是我说了算 萧师兄是您的弟子 未必先和保持公正 我认为 请师尊来主持比试会更好